已经把这个毛的大的轮廓呢 已经画了 只是做一个大的那个 就是记号就行了 如果说你主要是为了怕画的过程中呢 会害怕就是没有把握 所以呢画一个大的轮廓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从局部开始 这跟我们以前的画法呢 可能会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呢完完全全的是从一个局部开始 因为我们已经控制好大轮廓了 所以一切呢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好那现在呢我们准备开始 现在我们先画这只眼睛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要怎么画 首先拿笔像这样拿 好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就按着这个顺 这个它的这个造型 然后我给它这个机会上 我在画的时候呢 手上的轻重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同样的是 现在我用的是5B 可是呢我在画的过程中 我虽然一直是用这一支铅笔 但是我的轻重呢 我是掌握好了的 那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高光的位置 给它稍微标注一下 让它非常清楚 好 高光的位置稍微标注一下 然后这个眼睛的这个 这个小三角部分稍微画一下 然后这个特别暗的地方 要稍微画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毛的瞳孔 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瞳孔 看起来就像一个只是一个黑点而已 它也有渐变 从最上面开始比较暗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力度开始减轻 慢慢它就开始虚下来 所以呢 即使是一个瞳孔 从上到下 也是由深到浅的 好 这一步先到这里 11 10 12 谢谢观看